成为百万网红有多简单 只需要一个马桶坐 就能模拟出头等舱的飞机窗 搬来一个儿童浴盆 撒上玫瑰花瓣 就成了上流名园的水疗浴 做一个假的私人飞机模型 拍几张照 一个普普通通的打工仔 就被打造成了霸道的成功人士 那些高级香槟 其实是苹果汁 高级巧克力 其实是蘸着可可粉的黄油块 什么私人游艇 豪华跑车 通通都是租的 不久前 美国人就做了这么一项社会实验 快速打造百万网红 节目组发起了一场素人海选 参与报名的多达千人 有不知名的模特演员 有在校的大学生 有爱打游戏的宅男 有喜欢音乐的吉他手 参与报名的五花八门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出名 最终节目组从这一千个素人里 敲定了三个冷门人选 小朵就是其中之一 和大多数的普通女孩一样 小朵从小就有一个明星梦 然而从事演艺事业多年 到现在 她还是一个18线的小演员 这辈子她出镜最多的一个角色 就是演一个机器人 所以在社交平台 只有一千多粉的小朵 十分珍惜这次成名的机会 节目组快速打造网红的方式很简单 第一步就是重塑外形 打造人设 做头发 修指甲 再来个面部化妆 原本普普通通的灰姑娘摇身一变 就成了亮丽的公主 成名之路的第二步 就是买僵尸粉 节目组花了119块钱 买了7500个僵尸粉 短短几个小朵的粉丝 就从一千涨到了一万 不用担心这些僵尸粉太假 他们看上去都是真实的 骇客通过编写的程序 自动在网上窃取无数随机身份 再盗用别人的照片和名字 融合所有的资讯 就创造出了数以百万的佳人 他们可以点赞关注和评论 增加网红的热度 从而快速进阶 成为百万网红的第三步 就是拍照片 没错 是骗子的骗 用苹果汁冒充香槟 用黄油充当高级巧克力 再随便找个泳池拍照 定位著名的四季酒店 就成了博人眼球的一大利器 完事再花钱买一堆假的评论和点赞 热度就这么上来了 看看这些所谓的成功人士 是如何炫富的 说是坐头等舱 其实就是套了一个马桶座 说是自己的私人豪宅 其实是按小时租的 说是在私人健身房 其实就是一个破仓库 连所谓的出国旅行 野外露营 也全部都是假的 这一切都是这个节目组 特意制造的 目的就是为了博人眼球 快速打造百万网红 节目组通过卖僵尸粉 拍摄假的照片 刷点赞 刷评论 夸大互动数据 从而让一个素人迅速成名 这种策略却是非常有效 绝大多数刷到的人都信了 随手就是一个关注 通过节目组帮忙打造的人设 小朵的粉丝越来越多 人气也越来越高 很快就有商家跟他合作 这些网红就是当红炸子鸡 随随便便带个货 利润就是数以几倍 名气稍微大点的网红 只需要拍张带货的照片 就要价几十万 小朵接的第一个合作 是一副太阳墨镜 而他要做的 就是戴上它拍张照就OK了 人气上涨的同时 商家就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有果汁机 健康卖片 多功能饮料 牙膏牙刷 这些都是商家免费寄给他的 只要简单上传拆箱视频 就能有钱拿 小朵乐此不疲 接到的商单越来越多 甚至这天 他还收到了好莱坞知名品牌的包裹 有几条纯金的首饰项链 除了广告费 这些也全部都是送给他的 原本节目组还以为 要自行联络商家 可结果却完全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商家源源不断地找上门 街都接不完 随着小朵的知名度越来越高 他开始获得更多试镜和演艺的机会 这天小朵收到了一家服装公司的邀约 邀请他参加一场贵宾网红 公路旅行 在一辆豪华的房车里 坐着各种小有名气的网红 他们全都是受邀出席的 犹如一场盛大的商业演出 网红们化完装 穿上商家的豪华礼服 在摄影师的镜头下 开始了一场视觉盛演 这些都是做网红的基本要素 他们的行程很满 每天不是参加商展 就是各种拍摄 小朵已经习惯了如何做一名网红 可与他同期被选中的另外两名素人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从一个普普通通的素人 到成为百万网红 需要多久 仅仅不到一百天的时间 小朵就从一个一千多粉的素人 蜕变成了超有名气的网红 广告商单接到手软 可是和他同期出道的另外两名素人 就没有他那么幸运了 虽然通过节目组的打造 克里斯和威利获得了大量的粉丝 但两个人却还是选择了退出 因为他们完全不适应网红的生活 克里斯拒绝节目组 给他打造的网红人设 觉得这些全是假的 他不愿意做任何违背核心价值的事 只想靠自己出名 让人们认识真实的他 威利是个真正的普通人 最初的他还十分配合进行拍摄 可当老家有人认出是他 问了一句 你变了 你怎么了 让他陷入了自我怀疑 他无法摆脱网络上的谩骂与攻击 关闭了所有的动态 选择了退出 相比之下 选择留下来 坦然接受一切的小朵 网红生涯 蒸蒸日上 本丝和人气也越来越高 可当这一切都越来越好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因为疫情的突发和蔓延 全球经济崩盘 百万人失业 整个世界都停摆了 小朵的网红事业也深受冲击 只能每天闲置在家 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直到这天收到了一个包裹 是一个智能清洁的马桶座 小朵在拍摄的时候 忍不住笑出了声 就是因为这一笑 小朵收到了比平时 还要多的点赞和评论 他给更多人带去了欢乐 直到在疫情期间 他看到传奇歌手约翰在家演奏 看到著名主持人当众摘下假发 看到众人们不分国界 纷纷给前线参与救援的人员加油鼓掌 小朵终于知道他该做什么了 他不想再去效仿那些 看上去很假的网红 他想像疫情期间那些伟大的人一样 把快乐和喜悦带给大家 把信心和希望带给大家 传递更多的正能量 这才是一个公众人物该有的影响力 想要快速打造一个百万网红不难 但如何打造一个具有能量 且愿意去传播正能量的网红 才该是值得所有人去思考的